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神 孫悟空 悟空這英雄呢其實 還是可以玩的 那我們就來看該怎麼玩吧 首先呢如果你喜歡我們影片 或者覺得教學有幫助的話 可以考慮點個喜歡 甚至點個訂閱 那我們從初衷阿易魔紋開始 核心魔紋呢帶來是惡魔覺醒 另外一個可以考慮帶來死亡詛咒 增加我們一套秒輪的紀律 尤其是前期 到了最後期呢我們是不缺傷害的 如果你的裝備有成功發育起來 奧義的話呢我們帶是暴走 中間刺燒的精靈呢都可以 攻速呢確實會影響我猴子 敲人的速度喔 正常來說呢要殺脆皮 通常是三幫的事情 裝備的話呢稍微有點學問 我們一開始出門買一把打野刀 之後呢先買四個暴擊蛇套 420塊那個 雖然我們天生有15%的暴擊 加上我們帶暴走呢有額外的7% 22% 可是呢那也是不太夠的喔 悟空的被動呢是強化攻擊 而且能夠暴擊 這也是悟空殺人的招牌喔 全靠我們的被動 所以呢你有暴擊或者沒暴擊呢 傷害會差非常非常的多喔 你有暴擊呢三幫就可以殺死一隻 法師啊射手 沒暴擊的話呢可能還敲不到他一半血 這個傷害的差異呢實在太大 所以前期先買暴擊手套呢 會讓我們的輸出更加的穩定喔 除非呢你覺得你運氣非常的好 你想要挑戰極限 那你當然可以先買出 物理穿透 或者先買收魂劍 收魂劍確實是不錯的裝備喔 有冷卻有吸血 有悟空所有需要的屬性 只不過呢前期我們還是先以手套為主 出完手套呢我們可能買個鞋子 之後把聖劍合出來 最後再買出收魂劍 三階的收魂劍 那樣子才有吸血 吸血是我們很需要的屬性喔 你沒有收魂劍呢 可能連凱撒也打不死 有收魂劍的話會有差 或者呢如果你真的不想住 你可以從奧義找手 帶五個奪萃 準沒錯 那最後我們前期的玩法呢 是以發育為主喔 如果隊友不在呢就幫忙補個線 這裡是兩隻坦克 兩隻脆皮的坦克 然後克萊斯幫他加個盾 結果他的盾實在太多 我們就先拉開撤退 中路 看有沒有機會 羅的位置很外面喔 恰他一套 結果他竟然還收掉了我們的法師克里希 比較可惜一點 現在我們本身的發育是還不錯的 然後我們的愛麗絲莫名其妙的 也被敵方收掉 然後我們回到我們發育的軌道 不要偏離軌道喔 一直的發育 猴子需要取得發育 但是我們會比勇更好一點 畢竟我們的發育速度更快 這波有點不一樣咯 我們逼出了螺兒的技能 老闆帶走 很顯然的他已經沒有大招了 剛剛開在了愛麗絲身上 這波專人有收穫 然後我們猶疑到下路 OK 攻擊血量絕對值最低 成功帶有敵方的特納斯 那就夠了 輔助呢也不太需要殺他喔 尤其是他那麼硬 後期我們買出天叢雲的時候呢 再來 樂道切牛油 就可以穿透敵方的克萊斯 但不是現在 注意敵方 羅二 有點遠 這邊敵方兩隻都很殘喔 那這裡你們錯過的機會 趕緊撤退 應該會遭遇這個 馬洛斯 信號沒被砍到 那隊友們也要乖乖的撤退了 有時候啊隊友非常緊張 我們發信號隊友也不太聽喔 建議呢如果要讓隊友 進攻或者撤退 發一次信號就好了 發太多的話呢 隊友甚至會覺得煩躁 或者變得更加緊張 這裡可以注意到呢 有個好消息喔 我們的暴擊率已經起來 目前應該是有30到40%左右 已經足夠了喔 搭配我們的聖劍跟暴走呢 我們的傷害非常高 馬車收魂劍 這個馬洛斯很明顯呢 他的物防非常高喔 我們敲到暴擊只有1000 可是敲野怪呢會爆到2200以上 敲特爾呢應該也有一個1800左右 羅二的話呢也會買惡魔微笑喔 所以他們物防會高一點 好消息呢是現在羅二通常 沒有能量法球 所以他們生命值又比較低 OK 進來挑戰一下我們的 壓力測試 結果我們的傷害還是足夠 秒掉他們的克萊斯 在我們在很遠呢 順便反與反他的野怪 一分錢都被錯過喔 偷敲一下反與塔 待會再來拆塔 猴子也是後期角 跟特爾跟勇都一樣 但是呢我們發育速度會更快喔 首先我們是打野 再來呢我們是一個近戰刺客 我們有很多主動權 比如一技能可以隱身 大招也有隱身 我們的二技能呢是位移 也會增加我們的大量 無法模仿 舉例呢比如我們要去山路清兵 我們可以直接走過去喔 如果遇到埋伏的話呢 可以跟敵方輸贏 絕一高下 如果是射手的話呢 我們要去山路清兵 遇到埋伏的話呢 也只能夠涼涼 買出聖劍 還有一些小手套 待會呢會把小手套升級成 颶風雙刃 颶風非常有用喔 攻速爆擊率都是我們需要的 還有額外的韌性 這波暈到三隻 所以主要兩隻脆皮輸出都會抓到 那這個我也是大獲全身 雖然沒掐掉敵方坦克 但已經沒關係了 追追這個趙雲 趙雲垂死真早喔 還真的差點把我們收掉了 下次呢要先開二技能呢 來扛一扛 二技能能夠扛掉部分的物理傷害 但是趙雲呢還是有高額的增傷 我們來跟這個壓力測試一下 主要是我知道呢 我有買出了收痕劍 所以有吸血 感謝愛麗絲幫我們交了個治癒喔 不然可能會 被克萊斯收了 我們告訴我是呢 把克萊斯的護盾打掉 那樣子我們就可以開始吸血 如果大家要增加你的單挑能力呢 可以考慮補出王者劍 改成全能武器 全能武器呢是注重你的單挑 還有增加爆發 而王者之間呢 則是大量的提升我們的爆發力 抓到個空檔 請他吃一套 這邊他竟然沒有第一時間飛走 那就飛不走了 下次大家遇到猴子 記得要直接開飛 吃個凱撒 悟空吃凱撒呢算是簡單 我們的二技能可以增加防禦 扛著傷害一直吸血 巨龍被我們隊友拿走了 這時候呢我們已經進入後期 雖然只有九分鐘 算中後期 但我們的傷害已經可以 秒天秒地 秒空氣 喔 結果有點調皮 我們知道這邊可能會有一個兩個人 結果竟然是四五個人 然後說我們 有點失散了喔 剛剛掛了一次 中後期的死亡 是非常的機會喔 大機的小方 少點翻這種失誤 我們天空就能在下路猜得開心 看看能不能攔截敵方回家 這時候我們要一打多呢 也是有點勉強 如果可以的話呢 要先秒掉敵方的特爾 然後是趙雲跟羅爾 剩下的就好解決了 中路隊友要打起來了 我們看能不能跟進 稍微的蹲一蹲 那最後克萊斯把我打得出來喔 那就算了 先撤退 上路兵線稍微帶一帶 這樣棒棒爆擊呢 真的非常療癒喔 幾乎可以比得上奎倫 我們跟奎倫呢 要有點不一樣 奎倫有個限制呢 一定要背後攻擊 從後面來 而我們的傷害呢 就高很多 只不過呢 如果運氣不好的話 你百分之九十九 也不會爆喔 四千七百 OK OK我們少了一隻法師 這次我們的目的是推高地塔喔 找到空檔呢 把羅爾2秒囉 做得不錯我們的特爾 我們的警察對不對 特爾有點靠近 但是又覺得呢 不能靠太近喔 那這邊敵方的馬羅斯 孤軍無援 被我們帶走了 有警察把我們吃 應該會吃很快 應該會吃很快 注意這顆萊斯 我可是沒有制裁的 留點傷害 可以 注意注意這顆萊斯 如果是他落單的話呢 就多敲他幾棒 OK 我們看到敵方特爾 很外面的他的位置 應該可以蹲到他 成功抓到 直接秒殺 兩棒的四千 天空巨龍就讓他 在下路推吧 我們從旁邊來 敲一敲 我們盡量做到 可以敲人 但也不要吃到 敵方的傷害 喔 艾羅做得不錯喔 把敵方的 第二個 高傷害的英雄帶走了 他們的躁運 往後拉一點點 等一等 再等一等 敵方技能交過之後 就可以進場 OK 敵方五人全滅 那最後就吹敵方主堡了 以上呢是我們帶來 悟空打野的實戰解說 悟空呢沒什麼特別的技巧喔 操作也算簡單 要注意的是呢 前期的裝備 先買四個小手套 讓我們的輸出更穩定一點 然後呢前中期以發育為主 中後期呢 當然就可以秒天秒地了 那最後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尚恩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